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罕见在暴雪中比赛 球队甚至照样进球 犹他州皇家盐湖城足球队 最终在主场以3比0击败洛杉矶FC队 赛后洛杉矶教练批评 不该让球员在极端天气中比赛 因为确实这场暴风雪 已经连日肆虐美国西部多个州 公路上卡车归宿前进 周遭大雪白茫茫 司机早已分不清楚哪里才是道路边界 加州内华达山脉从周四起 受到本季最强的太平洋风暴袭击 罕见降下暴雪 每小时225公里的风速早就超过 墙台标准的时速184公里 加上积雪高达3.65公尺 危机民众人身安全 这场怪兽暴雪使得当地80号周际公路 多家滑雪场以及优胜美帝国家公园 全部关闭 为的就是防止意外发生 警方在公路上确保路上行驶的车辆挂上雪链 因为看起来这场大雪将持续整个周末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警方会说警方会,向前车辆挂上雪链 而并先带摆上雪链